诶,对对对,超远很重 我跟你讲,我们知道没有隐私 对,已经一年都这样 要用工业风拍照面 被公帝 被公帝 我们家具对了,差不多就对了 震探蛋好不好 蓝哥,你先往里面看 Hello 很像我们一样,想要很有质感,很有感觉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搭配 在下一区是我们的代产区 这边是我们的产法 大家好,我是小吴 今天是我们工作室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就是我们搬进来已经一年了嘛 其实为什么我都没有拍轮廓呢 因为我们发现太乱了 看一下大家都在忙,很乱很乱 整个都很乱,看到这边 整个,怎么拍得成轮廓呢 前阵子,你有没有看到 你看王胜源他家,变超漂亮的 你左右看一下,你左右看一下我们 还有旧吗 还是不知道每次来上班 到底是发生什么 最好是没有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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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们就要看他的东西在哪 因为其实这间是小吴自己去挑家具 就一个一个挑一个挑 然后也没有一个风格 我觉得我们之间就缺风格 不统一嘛,对不对 不统一嘛,对不对 这边我刚已经在看了 我喜欢这种 Oh my god 这有做到吗 白白净净的这样很漂亮,很有质感 就直接看一切的行动是不是 摩登的感觉 对啊 因为他都帮我们设计好的感觉 直接扶植就好了 我就是懒 下班王爱心 生活灵感之力 哦 把我的风格 就去里面找你喜欢的 然后这样放上去 你布置上去就对了 你就是这样是不是 我就是这样 难道想到你的房间好像是能相信 在上面都有写 我们其实东西清干净之后 没有丑 可是就是不统一 就是你会觉得 哦东西都好看好看 因为摩登那边有点破心理压 哈哈哈哈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就要来,你知道吗 大家来,涨量起来 好吧,我们一个一个来量 然后看有什么把它放进来 我们靠自己,靠自己 来 我来选一下这个家具 加个窗帘 诶对对对 窗帘很多 我跟你讲,我们这样都没有隐私 对,已经一年多这样子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卡特哥 是在家里打架都被看到了 对对对 但在你们量的时候 我先去看其他地方 来看一下这边 大家的公关品 大家的,好不好 这边都是很乱的 很乱的 好不好 我们这次其实最主要想改造的 就是我们拍片的地方 对 因为你知道拍片地方就是我们 有点无聊 想变一下 最近我们也破百万了 我们有经费了 我们有经费了 被我们摧残的 被我们摧残的这个 OMG 可惜 因为原本是以为 会变成一个很时尚的办公室 对 然后大家会坐在这边拿自己的手 电脑 是不是片师都在家里放手 殊不知我们就是太放纵片师们在家里面放手 对对对对对 就是自律啦 我们是放纵我们的杂物吧 他们是自律的片师 没错没错 然后这边就是很杂乱 放很多道具 很可惜 那这边有点草物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重点就是 要把它们收起来 就是不要外露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随便放折而已 我觉得我们缺收纳 对 收纳很重要 还有风格啦 老板毕竟你看这一间 桃子风格可以拿 对这就是 那里会有这种补网的 还要索隆 请问一下怎么会在那里 索隆旁边 有干燥吗 当初想说用工业风看上面 被工地 被工地 而且跟那个根本就不搭 为什么 工地 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房间的颜色不同 挑一下家具 我觉得家具对了差不多就对了 因为白墙嘛 对 大家一挑对就好 他这边都帮我列好 我觉得可以变成上面这样子 嗯 他这边帮我列好 你看这种 欸这个我觉得这都蛮好用的啊 我们直接偷过来 偷设计师的想法 对啊 全部把白色全部都买起来 哈哈哈 今天是我们开会日集 我们立下我们的誓言的日子 加油加油加油 期待我们大概一个多月后的变化 然后变漂亮 我先去领钱了 拜拜 好啦现在时隔了大概两三周左右 工作室已经改造完毕了 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 小龙你工作室也太乱了吧 怎么会乱成这样子 你们是不是生活都不纪律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今天全新的工作室开箱 参参期不期待 期待 毕竟你是蛮长时间待工作室的人 对 所以整洁的话呢 是不是住起来更舒服 工作起来更用心啊 对不对 那现在其实其他人都已经在里面休息了 我们要给大家一个震撼蛋好不好 来呢你先往里面看一下 Hello 好温馨喔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第一区呢 我们客厅只有两大客厅嘛 一进来可以先看到这边 我们先把它隔开了 有没有 OMG 这风水夺门的棒啊 挡住 然后牵材整个 确定 确定 确定欸 对对对就是 就是聚在这边 就是焦距焦距 看到那 这边的风格就是 微度假风 你知道没有 很可爱啊 这边看起来是怎样呢 就是很样品物的感觉 因为怎么样呢 我们完全是照着 新生活灵感日帝做出来的哦 太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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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家风 但是还是有 金鸡跟金鸡母 就是要 对对对对 我就简单说好了 如果说你像我们一样 想要很有质感 很有感觉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搭配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去 需要买 买这个买这个不搭 对 然后怎么办 主要是给卡特牌品用的地方嘛 对不对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知道怎么利用它呢 就是到处做 我家可以开会 哦 这样子 度假感 笑的感觉 对 试饭摇摇看啊 真的舒服耶 我跟你说 这个椅子 那个时候我去逛IKEA的时候 我看到 然后 它超完美 就是现在流行那种 你看看它的真面目 要披一个这个这样 一定要超假掰假批 诶等一下 我们要请孕妇上来 然后盖住你的小baby 这样 摇一摇看会不会 你知道吗 摇出来 不是吧 不是 不要乱接嘛 不可能乱接嘛 很适合在织毛衣之类的 诶不可能吃外面奶奶碰我 不可能妈妈直接变阿嬷吧 我给你的东西都是手工的 对 所以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好不好 这就是for all young的 好吗 那帽子有配色 每个人喜欢的配色不一样 这沙发比较扎实欸 对 真的吗 因为沙发也是大地色 就整个都夹 看一下这个 就说了我们是 90%是参考的 这个超级可爱 这个桌子也是一看到 就觉得哇 很特别的那种 有一点小东西啊 杂物就可以放在这边 看到这边那么漂亮 只能说卡特岌岌可危啊 之后这边会变成你 海铁的地方 所以我们拿来休息 第一次我们先拍室吧 会不会下次来 他在那边吃冰之类的 最后会要提牌 还是我们就把一个厕所的角落 怎么办 这小课应该太小了吧 秀蛋积累 我们人超多 大课玩狼人杀 哈哈哈哈 请闭欸 然后大家会只知道 再来下一期就是 让我们聚采的这个屏风 我跟你说 屏风做成收纳 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 有些家庭它就只是这种装饰而已 真的 把它隔开来 因为我们以前其实没有隔开 这次决定把它整个 整个弄成不同的风格 还有到处都可以收纳 那我们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完全就是 参考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刚刚讲的很多事 其实我们只是参考他们的日历 就是看那个 最近我们的灵感日历的时候 看它其实可以用这样子 鞠走两边 没错 那我们就一样画糊糊的 对对对对 看到这边很可爱喔 这个画 放一些 然后梅格里面放一些生活用品什么什么的 而且像这种东西 其实我们之前都外露 有没有 就会很多颜色 这样子收起来隐藏好看 没错 整个空间颜色比较硬直 是的是的 看一下这边还有我们的照片 像一些简单的小配饰 其实这样子颜色就少了 层价使用 没错 眼看真的很可爱耶 但是我们颜色还是保留这个叶翠早 不幸这个是我们的精神之助 跟你们说一下 这一定要介绍一下 我们在博物馆的感觉 对对 这有一盏这个 有一盏是专门打它的 介绍这幅画 画了灯 然后来介绍 原本是没有打的 所以我们刚刚现巧的 然后就要贴一个小小的这样子 然后第一话接了王先生 2018的时候 对对对 再来就到我们主要拍片的地方了 这边看一下 这边 不一样了 看到没有 这边是走一个比较北欧 那种简约摩登的感觉 就是很重一点 刚刚那边是层边比较多 这边是比较城市风 黑色我们可能换一个颜色了 原本是走 白灰跟女性色 对我跟你说 这样子拍更有摄影童的感觉 对 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白痴公主啊 对 好不容易晋升就是六位数的youtuber 不是说百万 以后我们奖牌就会换一项 哦 七位数 我们七位数了 我们是七位数 未来百万奖牌就会在这边 我们再预留一个位置 预留一个 拍片的时候一定要拍到奖牌 不然人家不知道 再来呢我们这地方是摄影童嘛 就一定要有摄影棚灯 我们刚刚照起来其实还不够明亮 眼睛算漂亮但十到钱不足 因为这个灯光是让大家休息用的 我们工作 要拍片了要拍片了哦 我们看看 oh my god 快三万块的灯 就该开下去 3倍 oh my god 因为我屏幕比较深 所以呢我需要这边有一些画框 都配好的很可爱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到这边这个沙发 有没有 我们呢 幻层有型的 对 更大更好做人 你有发现吗 你坐看看 这个好玩耶 很熟悉 很熟悉 这个好像是奥利的那种 上次 是气球的那种 哦 哈哈哈哈 他刚抓到我大蚀子 看的是我们有去那个 IKEA的新店店 暴力挑战 暴力挑战 然后这个沙发 他在我这个 重量级的摧残之下 还是OK 还是很厉害 而且他那时候是84哦 哦对对对 没错 重点是就算做了 你发现很多问题 十年包括 白色也变多了 很可爱的感觉 然后再来是 搭配我们的沙发 吹我们的这个桌子 这个可爱的 这什么 大脸 大脸 这是很实吻 这个 黑色混泥土 哦 灰色混泥土的感觉 这个如果我们要翻面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 可以直接变白色 它可以翻 对吧 Oh my god 人家会想说 哇你们怎么那么一张桌子 两种配色 本来这最好摆的 对 他可能再配一个那个什么桌 桌子 这样摆 这个 这个 这个超级重要 我们终于终于有窗帘 因为我很常在这边试穿 对 这边拖 对面拖 对面拖 我们终于有隐私了 当初网友说我们工作是很乱 我们现在收纳空间度到不得了 对 看到没有 真的 这边真的很厉害 我们拍摄了道具 这边有没有道具 找不到 因为都藏在这里面 Oh my god 系统 这场有系统规呢 我们再也不用临时去找到去找到的 对 都知道摆在哪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到这边 我可能会觉得一年后就更乱 哈哈哈哈 谁敢说他是杂物间 哈 登登 Come on 我们要换金瑞 耶 好玩 你一样采用跟外面差不多的比欧风 对 这样一个零惯性 再跟大家强调也是 完全参考来了 对 其实我们的重点就是一个 先参考评数 差不多的格局 然后就直接抓出来 抓出来 可是你知道这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大家都想说我是 就是copy copy 没有 我们这边一次参考三个 哈哈哈哈 我们再把它组合起来 因为以前我们都直接让它裸露在外面 对 其实我们东西完全没有变少 对 是全部收进去 让大家看有什么叫塞进去 来 看看那边 欸没关系 塞进去 塞进去 我们的柜子真的太多了 多到其实我觉得都很好贴标签 已经做到哪一种放纯了 它其实每一个门板 门片都是可以挑选你喜欢的颜色 配色去做 可以应该自己加一点厚格 而且很搭配 我们还有小型基础桶 有点半透明的 就是多一点设计感 粉丝们的爱心 我们都是有留着的 看到这一区 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粉丝 写给我们的卡片 然后这边是可以盯的 看这边有针 然后可以把它别亮去盯上去 所以像只好如果说我们有拍 拍立得啊 或是一些经典性的照片 卡片等等 我们都会把它再加上去这样 摆设了就觉得 一进来就觉得很舒服 跟之前真的差太多了 之前进来就只想 快点拿过签子盯上去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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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这一区呢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公共版 这是我家也有 你知道吗? 因为很方便 它可以随时 诶!你是不是也放在西装台隔壁? 没错! 对! 真的很方便 它其实就是一个板子 它有帮你配组合 然后你也可以单买这样 然后这些架子你都可以不够 你就自己单买这个架子 然后就这样子拼这样 然后可以放去棉花棒什么 这真的超好的 我们还有很多空的 代表说我们未来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诶! YES! 加油! 下一区 下一区很可爱 我们看到这边 我很喜欢这个区 这区呢 就是有点像西装台的概念 因为我们以前都 跑去山山那边用 然后都挤在一起 在门口排队 对! 然后或是有一些来宾来的话 也可以把它带进去这边 而且这里面 OMG 很像这个美剧的洗手台 然后打开这一套 我觉得也有一种精品贵的感觉 贵是我们留下来保留的 可能是一些就是报纹啊 就是比较特别的款式 再下一区是我们的代产区 这边是我们的产房 没错 如果我们有怀孕的孕妇可以在这边 来看一下这边代产区 有一位就是 即将领盆的孕妇在那边休息 他变成六个月 这边是我们的 算是休息区 或是拍照 也有点像瘦头 拍线洞区 以前也没有这个窗帘 就会看到外面 铁皮屋什么的 这样就会很可爱的休闲 那还有这些小地毯 很可爱欸 再来就是大家都想知道 我们公关品收哪里呢 木头配白色的柜子 这个柜子好了 它是可以直的放一个横着放 明星商品 明星商品 然后我们就选择把它横着放这样子 就可以装得多 对 很像 看我们贴名字喔 卡特的公关品 然后 圣元的 珊珊小五的 大家都有 诶 等一下 那我发现吗 里面 没有悠悠的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他自己 製成一箱 谢谢 他家 没有管理 只能 占据我们这边 对 这边是他的空间 然后我们的太多 有人多就有人少 怎么会明轩在哪里 明轩呢 明轩是这一个 他甚至不来工作 他只要放一杯可乐就好了 哈哈哈哈 看一下 他就是三乘四 所以他其实可以直立起来 就变成四三这样子 而且门板都可以自己换自己挑选 没错 门板你可以就是 这边这边这边 你要怎么夾就怎么夾这样 真的好像国小 我们不是国小都会去后面拿直底 还是什么的 对 要在那边找回菜啊 示范示范 没有过 对 打开拿在那边找 很早 哈哈哈哈 我就是说 一定会跑到别的那狗 对 我们后面还有这个好不好 圆木杆的收纳 收纳空间真的多大个不行 收纳空间整个UPUP 好啦 这是我们新的工作室的Grab Tour 是不是觉得工作起来更舒适了呢 就是来这边变得很放松啊 不用说觉得 东西很多很杂 心情很糟 那这个呢都是我们参考 新生活理想日历来的 我们当然是喜欢才会挑选 必须上面有那么多那么多风格 这是我们挑出来的几样 所以你也可以去找 有没有其他适合你家的风格咯 现在呢就是他们没有实体的行路 只剩下电商的行路咯 其实用起来更方便 好像懒人包 大家都用手机看嘛 就这样滑 喜欢就截图留着 或是直接去店里面问 等一下还有抽奖哦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你最喜欢哪一个新生活灵感日历的风格 而且我们这次直接抽一个同款商品 欸是这个很可爱的小椅子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的介绍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欢迎订阅收藏 这边给大家呢 太爱铃铛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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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